我 你 就在这边 好 来 来 怎么样 这位法不错吧 精力不集中 动作就不得要力了 再来一次 好 来 交集 我们再来一次 好 来 我开始了 交集 你的心里一定有事 是不是大老板 又一次失信了 小龙 你说你改了剧本中的锦组对吗 对 我正想征求你的意见了 但是 我告诉你 李小龙 我要跟你说的是 你什么都可以改 就是 有一样你千万不能改 什么不能改 我告诉你什么不能改 无声敌必须到印度去拍摄 但你可能被他争吓了 你可能是因为 医生敌 他就想去 好 这只能怎么回忆 他想做 你 有一些 是 我 你有没有 像 这些 我 他 有 你 那 刚 这就是我的原则 我绝不会改的 好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 要么去印度拍摄 要么取消拍摄计划 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娇姐 您能告诉我 大老板为什么做出这么愚蠢的决定吗 啊 李小罗 放弃你所谓的原则 为了你的理想 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 没有什么不可以让步的 我们必须去印度拍摄 娇姐与其拍一部失败之作 我倒是宁愿放弃这样的机会 李小罗 看来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固执 看来你以前并没有真正的了解我 我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 我很难说服你是吗 那你就去说服你的老板吧 我已经试过了 但根本不可能说服美莲 也许我能够说服他 我相信 他不至于是一个连故事背景都分不清楚的外行 他让我们去印度拍摄 简直就是一个白痴的决策 你真是既天真又可爱 既然这样的话那好吧 我看他说服了 我把大老板为什么一定要我们去印度拍摄的背景 全都告诉你了 他只是想把公司一笔钱 大约八十万美金的印度卢比变成胶片 他想做一个尝试 既然这笔钱兑换不成美金 那就只有在印度花掉 李小罗 我现在把大老板所有的秘密都告诉给你吧 这下你明白我交致的苦衷了吗 原来是这样 我明白了 谢谢你交致 谢谢你把这一切的真相都告诉我们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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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